美中贸易战升级 中国近来态度转变强硬 频频出招 中国国家市场监管总局 6月5日宣布 将以纵向垄断为由 对福特与长安汽车 在中国合资的长安福特 罚款1.628亿元人民币 这么大动作的开罚 加上日前中国政府宣布 将建立不可靠实体清单仪式 引发不少美国公司担心 他们可能成为报复对象 路透影书报道 中国官方指控 长安福特2013年来 在重庆市透过制定价格表 与经销商签订价格自律协议 限定车展期间最低价格等方式 来限制经销商最低转售价格 违反反垄断法 损害了市场公平竞争和消费者权益 市场监管总局 依反垄断法对长安福特 处以上一年度重庆地区销售额的4% 也就是1.628亿元的罚款 对此长安福特回应表示 公司充分尊重 并将执行相关部门 就此次反垄断调查 所做出的处罚决定 并采取行动 跟经销商一起规范区域销售管理 同时将依照国家法律法规的要求 继续进一步规范经营活动 切实维护自由 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 而罚款的消息一传出 5日上午长安汽车的股价 一度跌超过7% 事实上这并非中国用类似借口 寄出处罚 中央社报导 2016年上海物价局认定 上海通用汽车与经销商 达成垄断协议 处以罚款2亿元 而上海通用汽车 是由中国国企上海汽车集团 与美国通用汽车公司 所合资成立 中央社报导